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文菩萨 武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质重等 学法器 鬼神莫婷婷 阿弥陀佛 这个地质学法器鬼神莫婷婷 所以你们不晓得没有感受这个鬼神 为什么莫婷婷 鬼神的心很梗子 很滴滴 滴滴滴 那这个他的 他 甚至我们那个起心动念 其实他都可能会知道 我们的起心动念 那他们的心 对这个法宝很恭敬 很恭敬 如果说我们随便敲 随便敲 或不恭敬地敲 对 所以不恭敬地敲 他是会起嗔恨心的 他是很直的 那个阿如果说我们恭敬的话 那个其实 这个我听法师说的 好像是在楞严经 我们送楞严咒 那个这样子天空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送楞严咒 如果其实也不是说 我觉得说也是看 每个天神 每个神起 他的善根 他有的也不一定会停下来听 有的当然是会很恭敬地听 甚至会 甚至会跪下来恭敬 在合掌 跪着恭敬合掌听你在诵经 所以说我常常讲 我们的客颂本 经典 我常常如果说我们室里面 有那个家属来做功德 他是经书打开的 打开的 我们人不在这边 我像我送完我们送完金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我就这样说今之后要合起来 他们有时候经书是放在外面的 放在这样外面的 像一半外在面 就是 其实我要讲 这也是以前在沉淀是听我们法师讲的 他不想哪里看的 这个经书放在外面 那个鬼神啊 他是这样子 护法神啊 他是帮你顶带受持的 帮你捧着 所以说 他要你放下去 放下去 他就走你站下去 所以说我说我们 所以说我常讲 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 不懂得珍惜 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的人学法器 甚至对经书 他就不是这么恭敬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还有以前我也看过那个 看过几本书 那个佛说佛明经 佛说佛明经 不是佛说佛明经 我们过年拜万佛 那个万佛 佛说万佛明经 佛说万佛明经 里面有很多佛号 可是佛号前面都有经文 像梁王宝灿 佛号前面都有经文 对不对 那个经文都是说 我们什么人啊 做了什么罪 犯了什么过错啊 都跺到地狱里面去啊 这样子 看了会害怕 看了很恐怖啊 知道吗 所以说 那个我们这个 学佛修行 其实 我这段 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休息两个礼拜了嘛 休息两个礼拜 我在庆祖里面 大概看到大家这样 传来传过去 其实啊 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的一个思维 因为我在这三十多年了 我三十多年了 那我三十多年了 我说我从九十三年 我的 也可以说我的心才开窍 或者说我的视野才开更大一点 我的视野啊 以前都是自修嘛 南京的道场啊 或道场里面啊 他来到林济世之后 这个 接触的层面啊 等于是以前就是对佛理的 佛学的深入嘛 那现在是整个我们佛教界的 更 看到的就是 其实我们会看到 有人说道场都是问题 这个道场都问题 从 不是从我 我现在开始 从古古早就都这样 六群比丘就开始 佛陀时代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 有人说道场都是问题 所以说有人说 你不要去住道场 这个 这个是他懈怠的理由之一 有的人他讲这些话 他也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啊 我觉得说我们不要听片面之词 包括法师说的 叫你不要去寺庙里面啊 你自己在家修就好了 我觉得说不是这样子 还有很多话 像有的话其实我们 我觉得说我个人 比如说我听什么人讲什么 我会去思维 我会去思维 那一件事情出来 我也会去思维 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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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我都我会 甚至我师父兄弟说 啊你就是 分别心太重 不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 如理的思维才对 什么是如理的思维 我们不是说去分 我们应该清楚 不是说不清楚的 我们说不分别是要清楚的 知道了之后明白 然后再去不分别 而不是什么都不懂 就不分别 这个不是叫做不分别 那不得了 所以说有人说 这寺庙怎么样 其实 什么是修行 我一直常常讲 我一起跟各位讲 我们这里没多少人 我一个真的 我这样子一个 我出家三十多年了 真的很感触 感触很多 修行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 真的 不是你看了几本书 你拜了多少佛 就是你在修行 没有 我们甚至连门 灯哪里还没摸到 我讲这样子是很 我是讲这样 其实我讲这样子 是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知道吗 我这样子在三十多年 认识很多法师啊 不要说居士 我认识很多法师 居士我反而不认识啊 对 我们只在那边上课才知道啊 出家师傅 反而是比较容易亲近啊 老和尚啊 所以说我来到灵济室 我们室里面那个老和尚 没有讲什么话 可是我心里打心里赞叹 知道吗 所以说我觉得身教 要说得到做得到 那才是有真功夫啊 知道吗 我在成天是 我师父也是大修行人 我说我那是刚才 刚出家没多久 我才刚出家没多久 我就说我师父 我们这师父 阿伯是一个大修行人 大修行人 我也不是说赞叹我自己的师父 其实我还是 我说跟各位讲 我也是凡夫 我还是有分别心的 我也比较 我这比较 比如说我之前也好久有讲 我为了说想 成天是标榜修苦行 我就是一直想说 跟我师父讲 我要去浦里灵岩山是修苦行 要在做空虎 其实还有一个我去平溪 有一个老和尚 两点半夜摸黑 在站那边 躲在那边小毛棚 躲在那边 两点摸黑 去做事情 爬树啊 砍树啊 你看看这个什么意思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之后 他说他煮的一些饭 他这饭你吃下去有福报 你有收音 他说我有福报 他煮那个饭 狗狗 有一些草啊 水果啊 一些药草啊 煮起来黑黑黑 好像火拌 也没有味道 他煮的菜 我感觉说 素额都吃下去 他也是有福报 我吃了两个多礼拜 有没有很累 那个 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吃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 可是他说了一句话 我就起分别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可是他确实有功夫啊 我讲他这个功夫 我讲也好啦 这是船唱 船唱 那个是通唱的唱 通唱的唱 他在沉淀寺的时候 就一直修苦行 半夜了 天都黑下来了 他都广京老师 船唱 我师伯 广京老师 我徒弟 船长啊 回来啊 博美啊 他还在做工作 他离开整件事之后 我去想说 他要修苦行 不要讲其他的 他就讲我离开之后 他被一个信徒 有信徒老菩萨 他说我们这孩子 很难教的 我给你教好吗 当然也好啊 这个孩子 是有问题的 不是像我这种 不是像我这种 很难教的 这种的 他那是有问题的 很难教的 不是这个孩子 人是很大 人是 几岁 我不清楚 是有脑筋有问题的 有次船上是蹲着在下面做事情 他就拿你把菜刀 脖子 他蹲着这样子 当他脖子这样砍 砍了十几刀 他还 我听他们说 今天船访 就是我们好 我有去 是医院还是哪里 他还回头看那个年轻人 还给他笑一下 给他念阿弥陀佛 死血过多躺在地上 信护法隆天 护法有护灾护辞 有一个居士就是觉得很 心里面很奇怪 就是很不 很 就是很紧张 后来就跑到山上 才发现 似乎怎么躺在那边 血流很多 送去医院 没事 住了一段时间 他还给我看 这些都是刀痕 刀疤 人家刀疤是在这边 他是在这边 所以说 那也是有受影 只是我觉得说 我说的是我的分别心 他讲了一句话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我有分别心 他说什么话呢 我说给大家听 大家都欢呼 没关系 我们学佛的人 知道吗 我觉得说 你们任何人都应该要知道 佛教没有秘密 没有任何秘密 什么话都可以讲 你要从这里体会到 原来修行 是这么不容易的事情 不是看了几本书 叫做修行 他跟我讲 我们在那边做 工作 我可以做整星期 他说我这有福报 我这也有修 他说我这也有修我生金 他说我这 我们在那里做工作 有人有信徒来 我们我快做 让他们觉得 我们在做太高兴 他才有共用 我听到共用 我就拿去了 我就冷去了 我们修行 不是为了要供养的 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说 为了要让 可能他的心 是让大家起有信心 可是我还是有分别心 他有带我去信徒那边 他的念头方式比较特别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相应不相应 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 他一个老师傅带着一个小师傅 小和尚 当然是比较有面子 我去台中 那个慈民寺 慈民寺挂丹 那个慈民寺圣应法师 是我的教授和尚 我们授界的教授和尚 对 他那个 裡面的一个师傅 老师傅 看我那个 看我少年少年 跟我摔头 你这个小孩很可愛 你做我的土地好吗 我点点了 排班的时候 他就排在我后面 我比他授界比较久 他排在 他排在后面 后面 授界比我晚 你这个小孩很可愛 我这个 讲这个比较 轻松一点 那我觉得说我们学法器 他们这些都是 已经 上课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们学法器的目的主要是 要发菩提心 不是自己会敲 会敲什么东西 这个我觉得说 不是说 因为你会 或不会 然后你就代表 或说你很 你很会敲 就表示说 你会修 会修养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要领重的工作 领重工作 这个 这个沐浴 沐浴的正 我们叫做越重 就是要让大家欢喜心 我们唱颂这个定下来 让我们的心急 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 会出发一种 会一种 让我们的心很临近 会有出发一种清安 清安 会出发我们的 我们的 法喜 所以说这个 这个 主要的目的 我们修行的目的 所以就让我们 沉淀下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 学佛 修行不容易 真的很难 我们当然就是 从教理上面下手 你不能 不可能说 离开这个教理 是不是 我们这个 我觉得说 大家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多讲两句话 我们这个泛败 其实 我们在佛教界 我说实在话 有的人 他都看不起这个 知道吗 看不起 可是他又 他可以 他有学 可是他又看不起这个 所以说我们佛教 我是 我希望 我一个很大的 一个希望就是说 我们不管 不管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不管你听哪里的师父 你一定要常常的 在佛前 忏悔 不管哪个师父讲的 你听了几堂课 你听了几部经 我希望你一个 主要的核心 主要的根本是什么 你一定要在佛前忏悔 然后求阿弥陀佛 求观世音菩萨 求地藏王菩萨 或者说你念 文殊师律菩萨 你要求阿弥陀加持 弟子受持佛法 具足正知正见 發菩提心 護持佛法 擁護佛法 知道嗎 有的他 像我也是凡夫啊 也沒什麼智慧啊 講的話 有時候講一些 不會講話 都 別人 別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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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嘴 說話 沒有什麼分寸 所以說 那我是覺得說 所以說大家要判斷的能力 那我覺得說這個是 判斷有時候 這個也講了 別人 我覺得說也很 很籠統阿 我跟他有緣 我跟這個人有緣 他什麼話我都聽阿 他這個話 這個人 不管他 比如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法系打得不好 我會讓他做委婉阿 他愛好的人 我不相信他 這個沒有 我這個 他去人說得很好 但是我不要給他做阿 所以說 這個 都是一個緣阿 緣阿 就是沒有什麼好壞 所以說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要 第一點你一定要再 堅持 養成一個習慣 我們 我覺得說 我們對的佛 是佛是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 你不要說這個是畫像阿 它是活生生的佛阿 知道嗎千百億化身阿 那什麼叫做千百億化身阿 我再講個故事給各位聽 活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用心 他沒有感應 我們沒有心 他就沒有感應 你有心 他會陷 我試用地就好啦 他祝念 他站著 八點鐘 無盡 他就祝念 八個小時要起來 腳沒有辦法動 整個都 Cheese 這相當的意志力阿 麻掉用手這樣腳 慢慢 慢慢 steadily 腳都乾 那個佛像 他在念一段時間 那個佛像那個蓮花 那個 那個髮輪 憲法輪出來 他擦 擦 他不濁相 第二次又現出來 第三次又現出來 他第三次他就不差了 可是這個像 你要說無像 那我比較簡單用嘴講 比較快 知道嗎 我的 當然是要能夠修到這樣子 也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好 我們打開課頌本 我們先那個八十八佛 來 那個誰出來敲個寶中鼓 來 男星來敲寶中鼓 八十八佛 第幾頁 還是我們唸的歌燈給你做 第幾頁 不是啦 八十八佛 四十五月 四十五月不用看了啦 從四十六月開始 你會敲墨魚嗎 先跟著唸就好了 跟著我們班長旁邊 你有福報耶 有善根耶 我們班長很客氣耶 人很好耶 我們都很有福報耶 哈哈哈哈 好 來 我們先開始 來 墨魚 我們 我押個親 大家印個墨魚 你墨魚會敲嗎 墨魚你會敲嗎 這樣子 你用跟著看就好了 這樣子跟著看就好了 跟著看就好了 好 這個 你是左手右手 好 來來來 你過來 你過來 你的朋友啊 要照顧他 這個是買的嗎 那過來 你過來這邊坐 你看這樹的隊友多好 你看 來來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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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的 來 要請 墨魚 大慈 大悲 民眾生 大喜 大色 幾憨事 相好 過 民意 民族 自願 中等自尋 歸明 你 那麽 歸一事 佛 今室空解 一切 主佛 那麽 歸一事 十方今虚空间 一切尊法 那麽不一切现身身 那麽不怀因果 正品质 命行出 三世世前 皆无上世 调于丈夫天人 是佛是尊那麽 不光佛那麽 不明佛那麽 不今佛那麽 三世世前 皆无上世 调于来世 三世世前 皆无上世 三世世前 皆无上世 三世世前 皆无上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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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